逼退国际影后巩俐成功上位 年仅19岁就敢爬上张艺谋的床 陈婷的胆子有多大 1999年18岁的陈婷 爱上了49岁的张艺谋 交往没多久就有了身孕 她不知所措地给张艺谋打去电话 而张艺谋从容地给了她两个建议 第一生下这个孩子我会负责任 第二打掉孩子继续上学 我给予一定的补偿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陈婷 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 就立马决定休学生孩子 本以为搭上中国著名导演 自己就能成为霸道总裁小说的女主角 人生从此走上巅峰 不料这件事却成为不能公开的秘密 陈婷也因此被藏张艺谋身后13年 1981年 陈婷出生在无锡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家境一般父母下岗 但还是供女儿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大一那年张艺谋筹拍电影幸福时光 亲自去北电还选某女郎 陈婷听说后立马报了名 虽然没有通过面试 可是却被导演张艺谋看上 高挑的身材加上清秀的长相 一下子俘获张岛的心 于是趁机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没几天就对她展开了猛烈的追情 在第一次见面之时 张艺谋直接向陈婷告白 陈婷吓了一跳 本以为张艺谋约她出来 会有什么角色可以给她演 结果演的却是张艺谋人生的女主角 不过当时的陈婷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 要知道两人的年龄相差31岁 但并不影响两人谈情说爱 一年后陈婷怀孕了 和张艺谋商量好后 决定生下孩子 之后两人来到陈婷老家见父母 可是气氛却格外尴尬 陈婷面对比自己还大三岁的女婿 自然是不同意两人在一起 但无奈女儿已经怀孕 陈婷父母只能同意 十月怀胎 陈婷很争气地给张艺谋生下一子 这让年过半百的张艺谋很是高兴 而陈婷爷母平子贵 得到张艺谋奖励的一千万 外加北京的一套豪宅 有了金钱动力 在2004年与2006年 陈婷再次为张艺谋生下幼儿一女 但即使做到五年三胎的战绩 张艺谋也迟迟没有迎娶陈婷 在外人眼中 单身的陈婷饱受争议 没有男友却未婚生子 就连陈婷的父母也未能幸免 一家人有苦难言 碎了牙往肚里咽 不过身为高端玩家的陈婷 并不着急 因为她的大儿子马上就要上学了 哪怕是为了儿子上学挂户口 张艺谋也必须与她结婚 2014年 张艺谋被罚超生款高达748万元 陈婷和孩子们这才得以出现在大众面前 而在罚款后的第二天 陈婷的社交账号名 就变成了张艺谋妻子 从19岁单纯少女到国师夫人 张婷用了整整13年 终于从张艺谋的身后走到了台前 张艺谋到底看中了陈婷哪一点 为什么连巩丽都不娶 却偏偏娶了她 与张艺谋同居八年 巩丽无时无刻都想要嫁给张艺谋 可张艺谋却用一句结婚证 不就是一张纸吗 彻底打碎了巩丽的幻想 其实张艺很清楚自己和巩丽不适合当夫妻 彼此都太强势 于是巩丽在等了八年之后 最终选择放弃 转身嫁给了富商黄和祥 而张艺谋也在遇见陈婷之后 才有了想要成家的渴望 陈婷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 张艺谋想要多子多福 那她就满足她这个愿望 帮她多生几个孩子 张艺谋在外面忙事业 陈婷就安安分分在家相夫教子 做一个合格的贤妻良母 而陈婷也把三个孩子教育得很好 大儿子张艺男子成副业 当起了导演 拿到了上海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和最佳音乐三项大奖 赐子张艺丁是个学霸 直接考上了耶鲁大学 小女儿在绘画和舞蹈 上演很有天赋 小小年纪便能出书 不得不说陈婷还真不简单 能走到今天的地步 可见实力多强了 小小小小的质量